嗨 大家好 我是Yuki 我们上次讲到说地球上面 因为可能原始大气跟闪电的关系 然后产生了有些物质 那可能是生命的诞生的原因 好 OK 那其实那个说法还是有很多挑战 我们说科学是可以被推翻的嘛 有很多人觉得并不是这么简单 那有人提出的另外的说法 说可能是由海底火山这边产生的一些物质 才是最早的生命的起源 那无论如何 因为我们在国中只是介绍一个 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些生物 生物可以是由无生物转变而来 而不是要上帝啊神来创造 那至于是什么原因的话 其实科学家还在论证 还在讨论当中 那我们只是先介绍一个米勒跟尤里的实验 告诉你说可能是这么来的 好 那既然讲到食物 对不起 既然讲到生物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在大太阳底下 现在有一颗石头 它被晒了之后 它裂开成两颗石头了 那请问一下 它是不是生物呢 你说老师 你怎么问这个 石头就石头啊 裂开成两颗 为什么跟生物有关 有啊 我们知道 细菌会一颗细菌裂开成两颗细菌 对不对 我们说它会生殖 细菌会繁殖 那这颗石头 从一颗石头裂开成两颗 这算不算也在繁殖啊 那它 算不算也是生物啊 细菌既然这样子可以当作生物的话 那一颗石头裂开成两颗 算不算也是生物呢 那这就是讨论 我们要讨论到 生物到底有哪些条件才叫生物啊 OK 来 这个石头裂开成两颗 算不算生物 好 告诉你 生物要满足四个条件 要生 生 感 谢 什么意思 生物啊 你要是 你要是一个生物的话 我们会用四个条件来判断它 这四个条件就可以合成为生生感谢 什么意思呢 它要能够生长 生长这你都知道 就是比方说我们从小孩子长大变大人嘛 生长 再来呢 也要会生殖 我们刚刚讲细菌 会从一个细菌变成两个细菌 就是生殖 OK 好 再来 它会感应 什么是感应 感受到外界的那个变化 然后做出反应 比方说天气冷了 要穿衣服 天气热了 你可能要把衣服脱掉 甚至开电扇 开冷气 这就叫做感应 好 再来 还要会代谢 生长 生殖 感应 代谢 这样子四个条件都具备 才叫做生物 所以我们说生生感谢 你看咯 你要对 你要对你的爸妈 生生感谢他们养育之恩 如果你不会养 你如果不会感谢他们的话 你就是一个矿物 你就不是生物 你不会感谢你的爸妈 不是生物 OK 所以要四个条件都符合 才是生物 OK 那生生感谢 生长 生殖感应代谢 OK 好 那刚刚讲 石头一颗裂开成两颗 就算就算就算 就算 我们把它勉强当作 它是生殖好了 其实不是 它只不过是因为 风吹日晒雨淋 那个热胀冷缩裂开而已 就算我们给它算说是生殖好了啦 但是石头会生长吗 不会嘛 石头会感应吗 也不会嘛 石头也不会代谢 所以很显然 这四个条件 它没有符合啊 所以石头是不是生物 不是 好 那细菌呢 细菌会生长啊 细菌会繁殖 细菌 它也会感受到外界 有些细菌 比较冷了 它可能要休眠 然后它 也会有代谢作用 OK 所以要四个条件都符合 才叫生物 那石头 没办法符合这四个条件 所以石头不是生物 OK 好 那 生长生殖感应 这个都理解 但是代谢是什么 代谢很难了解 代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好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说老师我知道 新陈代谢嘛 好 OK啊 那新陈代谢又是什么意思 好 其实 我们要解释代谢 我们先问大家 你认识林志玲吧 你认识她 她不认识你啦 OK 好 那林志玲可能会吃牛排 OK 那你 你想象 她吃了牛排之后 今天她吃了一块牛排之后 会在大腿上面长出一块牛肉吗 不会嘛 是不是 你说老师不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吃下去的牛肉 不是一大块一整个吞下去的 我们会把它切开 然后细细的嚼碎之后再吞下去 好啦 就算是这样子 那你会吃了一块牛排之后 在你的手啊 在你的脚 长出小小块的牛肉来吗 不会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身体里面 把这块牛肉给分解掉 分解掉 这个牛肉干嘛 分解完就变大便吗 不是啊 那你 我们吃牛肉 我们吃牛肉 除了一方面是好吃 一方面是为了健康 那我们吃牛肉干嘛 我们把它分解掉 既然把它分解掉 做什么 其实我们分解掉 是要再把它拿来 作为原料 组成我们身体 好 这样子有点难理解 OK 我们想说 不会直接长一块牛肉 在你的脚上 林志玲不会这么恐怖 就长一块牛排在他脚上 OK 好 我们 讲一下 我们刚刚说 吃进去的牛肉 会被我们给分解掉 然后再合成我们身体 所需要的东西 生物体里面 不断的进行分解跟合成 这些分解与合成 我们就合成为代谢 所以代谢就是分解跟合成的总称 OK 好 那有点难理解 因为看不到摸不着 那我们用房子来做介绍好了 假设现在有一栋房子 已经老旧了 那我们会去把它拆掉 对不对 这就分解 OK 拆下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哇 这些东西都丢掉 好可惜哦 我捡一些还比较好的 我把它拿来再重新组合起来 比方说我把那个砖块没有破掉 然后也不是这样子一大块的 这种一大块的很难处理 如果刚刚好有这种切弄下来 刚好细块的 比较完整的 我把它拿来重新组合 砌成一面墙 这就是分解跟再合成嘛 对不对 分解跟合成 那这样子这种生活例子就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身体里面就常常做这种事情 我们把吃进去的东西分解掉 然后再合成 OK 好 所以这个呢 牛肉吃进来的时候会怎样呢 它会被分解掉 然后再合成 好 那我们就现在不要 我们现在不要一整块的牛排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我用一张图来 我用一个简单的图来代表 OK 这块牛肉它是有很多牛的蛋白质所组成的嘛 对不对 很多牛的蛋白质 好 那被林志玲给吃下去了 进到林志玲的嘴巴肚子里面去 吃到肚子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说牛肉会被分解掉 OK 那牛肉是蛋白质所组成的嘛 好 那蛋白质是由什么组成的 我们上次讲过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所以牛肉被分解掉就是 把它分解成为氨基酸嘛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分解下来的氨基酸 再重新排列 排列成为我们人类的蛋白质 所以我们把吃进去的牛肉 分解掉之后 合成为人类的蛋白质 然后呢 这些人类的蛋白质 可以构成你的细胞 构成你的肌肉 好 让你的身体健康 所以 林志玲吃了这牛肉之后 脸红红 身体健康 脸红红的 有朝气 OK 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是要把东西给分解 再合成 我们说代谢 那这个才是 这是在我们身体里面 不断进行的一些工作 好 那我们身体里面 有哪些代谢的例子呢 有哪些例子呢 很多 不用记 我只是告诉你而已 来 第一个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要分解嘛 所以 我们吃的米饭里面淀粉 要不要分解 要啊 吃进去的猪肉 有脂肪 要不要分解 要啊 牛肉蛋白质 要不要分解 要啊 还有我们身体里面的 老旧的细胞 要不要分解 也要啊 你说老师 要把那个老旧细胞 分解掉 干嘛这样子 留着不是很好吗 各位 把老旧细胞 分解掉 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如果把 因为 这个细胞产生之后啊 它可能会接触到 外界或者 其他的一些状况 它可能会 有一些受伤 可能有一些变异 然后呢 你不把它分解掉的话 它可能就 变成一个疾病 比方说 有一种细胞 是不会老 不会死的 是癌症细胞 然后呢 癌症细胞 呃 也不能说 不会老 不会死啦 就是它 可以在特殊环境底下 可以一直活下去啦 癌症细胞 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因为 接受到足够的养分 那它可以一直活着 它是 它因为 产生突变了 原本正常的细胞 是会死掉的 那癌症细胞 可能突变之后 它不会死掉 结果呢 一个癌症细胞 升值之后 变两个 两个 之后变四个 越来越多 然后它又不会死掉 然后慢慢就聚集成一团 聚集成一块 然后就压迫到你的 神经 压迫到你的血管 然后你就会痛 你生病 这就癌症啊 所以细胞 让它老了 死了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不会死的话 那就是癌症的细胞 我们身体里面 其实一直在把 旧的 已经受损的细胞 把它分解掉 然后再合成 新的细胞 OK 那合成 新的细胞的时候 当然细胞是 蛋白质所组成 所以要合成蛋白质 然后可能要合成一些脂质 合成一些酵素 酵素是什么 我们之后再讲 甚至合成肾上腺素 什么 各类各样的合成作用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 不断在进行分解 以及合成的作用 这些总称为代谢 那我们讲 生物要能够进行 这些那个过程 所以 生长 生殖 感应代谢 这四个都要 不断的进行 都要进行 才叫做生物 OK 好 那我们已经判断 生物是要有 四个条件 才称为生物 生长 生殖 感应代谢 好 那生物要活下去 要有哪些条件 配合才能够活下去呢 生物要活下去 第一个要有 阳光 好 第二个 它要有空气 这个 这个空气 我没办法拍 这个是我在二聊拍的日出 那这个空气没办法拍 我只能拍个云 当作气 空气这样子 虽然云主要是水 水滴所组成的 我只能用这个来代表一下 因为空气是透明的 我拍不到 好 再来 生命 需要阳光 空气 还有水 以及食物 要有养分 要有养分 不能说食物 植物它是不吃食物的 但是植物也需要养分 才能够活 OK 所以 我们知道 生命 它要活下去 它有四 所需要四个要素 就是 阳光 空气 水 以及养分 你说 老师 你讲说科学是可以推翻的 我现在就要推翻你 因为在深海里面是没有阳光的 所以深海生物不需要阳光 嗯 好像对 深海生物不需要阳光 所以它不需要阳光也可以活啊 所以怎么说 生物需要的四大要素呢 那 阳光不是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 各位 深海里面没有光线 我们知道 呃 光线大概在超过200公尺的 海 超过200公尺的深海就看不到阳光了 那 我们的海通常平均深度是5000公尺 所以 其实只有表面一点点的地方是有阳光的 底下 几乎都是暗的 好 所以 可是底下暗的地方还是有生物啊 所以 不需要阳光 它们也可以活嘛 其实不是哦 它们还是需要阳光 只不过它们不是直接需要 它们是间接 很多海底的生物看起来都奇形怪状 对不对 然后嘴巴很大 哦 那它们吃什么东西 它们因为在这边没有光线 所以 它们其实 是嘴巴张开着 然后就 可能吃一些 呃 就是 看看哪边有食物 就是看 看看有没有机会捡到食物 那 食物从哪边来 从上层来 上层的生物 尸体 会 掉下来 然后 它们就吃 这些上层生物的尸体 所以 深海的鱼类 是靠着吃这些东西 过活的 诶 那上层的生物 活下去的时候 需不需要阳光 要啊 如果它是吃 如果它是吃树的 那它需要吃海藻 那海藻需要阳光 才能够活啊 所以 这个上层的生物 是需要阳光 才能够活的 你说老师 那它吃肉呢 那吃肉的 它的 比方说 狮子吃牛 那牛吃草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藻类 一样 这个小鱼 它间接获得 阳光 从阳光获得养分 因为藻类 是从阳光 进行光合作用嘛 那大鱼 既然是吃小鱼 也是间接的获得这个阳光的 那个能量嘛 那这些深海的鱼类 吃上层生物的尸体 也是间接获得阳光来的一些能量 所以 其实深海生物 还是 虽然它们生活的地方 完全没有光线 但是 它们还是需要 它们其实是间接获得阳光的哦 所以 这些生物 都是我们刚刚讲 生物活下的四大要素 阳光 空气 水 以及养分 这四个 即使是深海生物 也是一样 只不过 阳光对它们而言 是间接的获得 OK 所以 你刚刚讲说 要把我推翻 并没有 没推翻到 OK 好 来 那问大家一下 那泥土呢 泥土是否生物生存所必须呢 好 好 很多同学说 当然啊 植物就需要泥土啊 所以 泥土是生物生存所必须的啊 各位 请你再把影片倒回去看一下 好 生物 生存的四大要素是什么 阳光 空气 水 跟养分 有没有提到泥土啊 没有啊 所以 泥土不是生物生存的必须品 好吗 你问老师 那没有 没有土 植物怎么长 植物 需要土才能够长 没错 但是 鱼类不需要啊 鱼类不需要泥土啊 那 既然有些生物不需要泥土 那这就不是必须了啊 所有的必须就是所有的生物都要有嘛 对不对 那 既然有一些不需要 那就不是必须啊 所以 泥土只是某些生物需要 某些生物是不需要的哦 所以 它不是必须 所以必须的 只有四个 阳光 空气 水 跟养分 好吗 好 不要我画了 不要我用一张这个植物的土给你 然后你就傻傻的跳到这个陷阱里面去 好 请看一下我们刚才在讲四个元素里 四个要素里面根本没提到泥土好吗 好 OK 所以 所以 所以泥土不是必须的 好 那 拥有这四个 阳光空气水 养分 这四个条件的地方呢 就可能有生物生存 那 有生物生存的地方呢 其实在地球上面 范围并不是很大 只能在海平面上下各十公里的地方 好 你说 阳光空气水 养分 这么少吗 是 真的很少 好 海平面在这里 这是海面 上下各十公里 或者说一万公尺 十公里或者称为一万公尺 的范围 这是生物能够生存的空间 我们称这个叫做生物圈 只要是有生物能够生存的地方 我们就称为生物圈 好 那为什么 再高一点 为什么不行 各位 你有看过那个圣母风的影片吗 圣母风只不过是八千多公尺 快九千而已 那那边就已经非常非常冷 中年冰风 温度都低于零度 对不对 那你想 有多少生物能够生存在那边 都是冰嘛 没有啊 所以 再来 那个地方 空气 空气很稀薄 稀薄到直升机上不去 直升机要靠着 那个螺旋桨打空气 才能够产生反作用力 才能够上去 在那个高空 在圣母风那地方 直升机只能大概 到六千多 也没办法到八千多 所以 那上不去啊 OK 那 空气这么稀薄的情况底下 我们讲 空气 大气层 可以阻止过多的紫外线 对不对 嘿 那个地方紫外线很强 紫外线很强会杀死 会杀死生物 好 那那边温度又很低 然后空气又太稀薄 所以 在那边 生物没办法生存 所以大概十公里已经是极限了 好 所以往上的话 空气太少 然后压力太 那个温度太低 然后阳光太强 不利生物生存 所以 生物没办法在这边生存 OK 好 所以 从海平面往上 只能大概十公里的范围 是生物能够生存的 好 那往下呢 海平面往下的话 也是差不多十公里的范围 因为 往下的话 水 会产生压力 压力太大 生物没办法生存 这个压力 你可能很难想象 但是我们想一想 你有没有去过 你有没有去游泳过 游泳的时候 你可能走到稍微水深的地方 大概淹到脖子这边就好了 这大概水深才一公尺多 不到两公尺嘛 对不对 因为 淹到你脖子 你就算淹过你的头 也还不到两公尺啊 淹到脖子这边 才一公尺多的水 你会不会发现 你就呼吸困难 有没有 水的压力 就让你呼吸困难了 才一公尺多 那你想 一万公尺 那个压力就更大 所以 其实 在太深的地方 压力太大 生物无法生存 那一样 再来 很深的地方 温度很低 生物也很难生存 温度太低 生物很难生存啊 再来 在那边 阳光太少了 所以 在那里 虽然偶尔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我们说深海鱼 可能有一些 深海鱼 可以生活在 没有阳光的地方 但是它是要靠着 上层的 尸体啊 上层的 生物的尸体 掉下来才能够活啊 那如果你到太深的地方 可能还没掉到底下 就已经在中间被吃掉了 所以太底下 真的也没食物吃 所以在这边 海平面 以下10公里的范围内 可能还有一些 少数的细菌可以生存 但是再更深一点 也没办法了 所以 大概就是 海平面上下 各10公里的范围 那这加起来 就是20公里的范围而已啦 所以 其实 我们地球表面 能够有生物生存的地方 其实不多耶 你说 老师怎么会不多 20公里很多啦 20公里 那是以我们人来讲 很多 但是如果以地球的半径 来算的话 那其实只是薄薄的一点点耶 你想 我们地球半径 大概是6370公里啊 那20公里的范围 我们半径是6370公里 那20公里的范围 才占了 三百分之一而已耶 所以 等于是 这个苹果 薄薄的一层皮的 地方而已 假设我们 我们之前不是讲说 把一颗苹果 放大成像地球这么大吗 现在我们把它缩小回来 把地球缩小成为 一颗苹果 好 生物圈 大概就只有像果皮 这样一层的范围而已 所以其实 整个地球这么大 能够有生物生存的 范围其实 的范围其实不多 生物圈占整个地球的 那个范围还是不多 但是 但是 话又讲回来 整个地球 表面积挺大的 半径 6370公里嘛 那表面积其实很大 所以 其实整个生物圈啊 它 涵盖了各式各样 不同的环境 它有 生物圈 有包含 完全都是水的部分 海洋 海洋里面有生物可以生存嘛 对不对 然后陆地上 比方说我们人类就生活在陆地上 岩石圈 然后呢 有些细菌生活在空气中 漂浮在空气中 所以 整个生物圈 它包含 它涵盖了 水圈 岩石圈 跟大气圈 这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条件 水 水圈 有深海 浅海 然后呢 淡水 跟海水的区别 它有很多的不同 然后空气 有比较高空的 比较低的 那岩石圈也有 还依照我们地球 纬度的分布 或者 那个 海拔的分布 又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 所以 虽然它只占了 整个地球 半径的一点点 但是因为地球的 面积太大了 所以整个生物圈 其实还是涵盖了很多种 各式各样的环境 那 这些各式各样的环境 就孕育出各种不同的生物 生物 它要能够活下来 就必须要跟它那个 身边的环境 是能够 那个配合的 才能够活下来 比方说 鱼类需要骑 才能够活 然后有腮 可以呼吸 然后呢 像蝙蝠生活在夜晚 它靠着声音 它没有阳光 它生活在夜晚 它靠着声音 超音波 来捕捉它的食物 捕捉昆虫 然后呢 在沙漠很干燥的地方 先生长的叶子 变成症状的 所以它们必须要 符合它所生存的环境 才能够活下来 OK 这是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 就孕育出各种不同的生物 这是地球 虽然生物圈只占了半径的一点点 但是地球的表面积这么大 有那么多不同的环境 也孕育出许多种不同的生物了 那生物它一定能够跟它 所生存的环境配合 才能够活得下去 要不然 你今天把鱼丢到空中 它会死掉 它会干死 然后呢 你把那个蝙蝠丢到水里面 它会溺死 所以 它必须要跟它的生存环境 是配合的 才能够活下去 OK 好 所以因为 我们地表有那么多 各式各样的环境 我们地球上面 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生物 那这些生物 它们都 我们讲说它是生物 它都是 能够符合四个条件 它能够生 生 感 屑 生长 生殖 感应 代谢 然后呢 它都需要 阳光 空气 水 跟养分 才能够活 但是 还要有一些 可能体型啊 构造上 要能够配合它所 生存的环境 OK 好 这是我们地球的生物 好 到这里 不知道你有没有问题呢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的话 我们第一章就结束咯 我们下次就要从第二章开始了 OK 好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